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录一期斯福兰购物分享 他们最近不是打折了吗 八五折我就囤了一堆东西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爱的一些产品 那咱们话不多说,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款唇有的 今天我现在嘴上还没涂任何产品 然后想跟大家试一下这个 其实我已经有一支了 不过我那支就是基本上用完了 所以我就再买了一款这个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经典的颜色 就像一直都有它 这个就是Rihanna Fenty Beauty 他们家的最经典的唇釉 这个颜色是01色号Fenty Glow 对焦了嘛 首先包装就是这种黑粉色 真的很好看 然后里面就长这个样子 Oh my god,太好看了 就是这个颜色 然后我就超级超级喜欢唇釉 就是近几年因为唇釉都比较火嘛 我就特别特别喜欢各种唇釉 然后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感觉 什么颜色的皮肤涂它都会好看 这就是我今天的唇釉 第二样产品依旧是一个唇部类的产品 然后这个是一个Clinique他们家的口红 算是口红吧 它叫做Almost Lipstick 这支我也有 但是呢就是因为它利用率太高 我基本上马上也要把它给用完了 这样再囤一支 它叫Almost Lipstick 但是我感觉它质地偏向唇膏 因为它真的很润也不会干 但是我觉得它颜色真的很好看 而且它很日常 所以我平常上班啊就很喜欢涂这支颜色 口红就长这个样子 然后给大家swash一下 Oh my god 就是它在这个包装里就看着真的很一般 不过它涂上嘴 这个试色呢说实话看不太出来这个颜色 在包装里看着是这种紫紫的 但是它涂在嘴上是那种粉红色 然后呢上班图也是很日常很自然的一个颜色 很不错 而且是那种没有很多人推荐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然后就囤了一些护肤品 因为现在我感觉就是化妆品的话 我真的就是不常买 现在要是买彩妆的话 我应该就会买一些国货呀 或者韩国和日本的这些比较火的那些 北美这边的这些大牌的彩妆 我现在不常买 除了唇部产品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然后这个是我每次斯布兰打折 都会囤的这个蓝扣的这个粉 我感觉很多人都用过这款 并且也很喜欢 所以这款我就不是特别去详细的解释了 不过它就是很滋润的一款爽肤水 因为它感觉就是质地比较厚重 就不会让你的皮肤感觉到干 然后感觉后续叠加那些产品 都可以完美的被吸收 对于干皮的姐妹们 我觉得这个非常友好 所以推荐 这个又是一个唇部产品 忘说了 不过这个是Lanage他们家的唇部面膜 我真的超级喜欢这个 每次斯布兰 就是每年斯布兰打折 我肯定都会吞一个 因为就觉得很好用 这个就是他们最经典的那款 睡眠唇部的面膜 就这款 然后我每次都会买他们最经典的 这个粉色包装的 好像是草莓味 就感觉欧美这边所有博主 都在推荐这款产品 所以把它也吹爆了 然后Lanage现在就推出 各种各种的口味 不过我每次吞都是吞最丁点的 这个草莓味 我认识很多姐妹 她们都是白天也喜欢吐这款 但是我觉得它质地有点太厚了 对于我来说 所以我平常都是睡前厚厚的涂一层 然后第二天早上 唇部就会特别特别软 就我现在发现 我要是晚上不涂的话 第二天感觉嘴上会有一些死皮啊什么的 涂了它就不会有这种状况 又吞了两个这个 蓝蔻的黑色包装的精华 就是小黑瓶 早晚都会用 包括那个粉色的爽肤水 蓝蔻的爽肤水我也会用 就是那款爽肤水用完了 我再会叠加这款黑色蓝蔻的精华 我觉得二十出头的女生的话 要是想买一款精华 真的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蓝蔻的 因为我觉得它保湿的能力真的非常好 就是涂在皮肤上一会就被吸收了 对干皮来说非常的保湿 就是你们可以看到我有多爱它 买了两瓶 然后囤了一款这个蓝蔻他们家的 Hydra Zen Cream 这个就是我平常天天早晚都会用的面霜 就是咱们就是说蓝蔻全套都有了 为什么还没有赞助我 但是这款真的很好用 你们要是想买一款那种 就是那种特别特别保湿 适合干皮用的面霜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蓝蔻 Hydra Zen Cream 就是有一瓶在用 我就不把这个包装给拆开了 不过它就是一个粉色的包装 包装也特别好看 我就喜欢买粉色的东西 然后接着呢 买了一款大葡萄他们家的这款保湿喷雾 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这款产品 喷一下这个就直接就立刻保湿了 再加上我平常 因为现在上班了 原来上学的时候也特别喜欢用 就下午就会觉得困 然后呢这款产品就是特别特别的凉爽 然后一喷脸上就感觉 我又可以了 满血复活了 够保湿 然后呢就是那种清爽那种感觉 一下子就可以把你给弄醒了 就是你们要是下午也是 就是想睡个午觉什么的 但是又得上班 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 真的特别好用 而且它的味道也很好闻 精油的味道 但是我每次必吞的产品 就是这个大葡萄的喷雾 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 我发现还有两样唇部的产品 这都是NARS家的 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NARS家的这种唇药啊唇膏啊 我有很多支了 包括原来就是前几年特别火的 Mona Gypsy 我都有了 但是NARS出了一款唇膏 然后圣诞节的时候 我买了它那个就是迷你套装 然后就特别特别小 颜色真的很喜欢 这次去日本和中国带着它去 然后就一直涂的都是这款NARS的唇膏 它的颜色叫做Dolce Vida 这种颜色很自然很日常 这个颜色就是比Clinique 刚刚的那个要更粉更艳一些 对于上学的姐妹们和上班的姐妹们 都很完美的一个颜色 真的就是特别喜欢 然后感觉它包装也超级超级的好看 就是这种玫瑰金的感觉 我感觉欧美大牌品牌做的最好用的 这种唇部产品类的就是NARS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它们的唇又做的也特别好 某书上好像真没有听说 很多人说过这款唇膏 不过我真的很推荐 因为它的颜色好看 然后够滋润 就很适合上班图 然后呢这个是NARS他们家的唇用 这个颜色是Chelsea Girls 真的超级喜欢 这个也是我有一只了 然后再囤一只 因为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颜色 它是一个这种特别完美的裸色 然后里面没有任何的 就是金光闪闪呀什么的 就是很纯正的一个裸色 然后给大家试个色 感觉这个颜色比Fenty Glow 就是我嘴上的这个颜色 要自然一点 偏褐色一点 所以我觉得特别适合上班图 平常上班的包里 就是会扔一只这个 Chelsea Girls唇用 特别特别好用 这个系列的唇用 我已经有三四只了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它的质地 包装也好看 然后就很喜欢 那是这家产品 还有三样我就快快说一下 然后这就是兰蔻他们家的一款洗面奶 Nothing too special to talk about 这款是Superboop他们家的Glow Screen 去年给我买了就是他们家的这款防晒霜 然后觉得挺好用的 我觉得就是适合那种夏天皮肤晒的 就是黑一点 然后涂擦会很好看 因为这款防晒会有自带那种光泽感 但是我感觉冬天涂它 它会那个色 有点对我的皮肤来说有点太深了 所以我还是喜欢夏天涂擦 所以就囤了一款这个 就是很有那种加州辣妹的感觉 最后一款产品呢就是大扑了他们家的面霜 因为我真的就是感觉用面霜用的挺快的 所以我每次Siflan打折都会囤几个 好像这个就是他们家美白系列的面霜 真的很好用 我感觉他们家美白系列的产品真的很有功效 就是你们要是真的想美白的话 然后想让皮肤变得更亮 然后感觉大扑他们家的这个精华呀 包括面霜都挺好用的 感觉很自然 味道又好闻 哦对 这个就是Vinyl Perfect 就是他们美白的这个系列 这就是我们今天Siflan购物分享里面的最后一样产品 好 今天是我用中文给大家拍的第一支视频 所以你们要是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给我点赞 然后你们要是对今天我推荐的这些产品感兴趣的话 我都会把链接放在信息栏里面 那希望大家喜欢看今天的视频 那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